You are watching TOYS TV 好 玩具TV第29多季 第10集 玩到高達的話 剛剛側近你都會見到 我們高達同學的主席也臭一腳 剛才一來就退完這個TOYS Show 看了一些不是高達的玩具 所以既然來到一不做二不休 我亦都準備了兩件高達產品 跟主席一起玩 很久沒見了 我記得上次是在新蒲江 開X3合1版 有四五年 之前未有白頭髮 現在有的 出鏡顯不顯 說回這隻 來到看到這個Saku 2 Gunner 如果大家都是一些我叫做重度 重度的高達迷 Fantum Bullet 應該都會是一個挺有趣的作品 當年應該在電擊雜誌 有很多的外傳 很出名的就是小林城的 所羅門快術 所羅門Express 所羅門Express 這個Fantum Bullet 也是一個很有趣的故事 還有 當時還未出模型 也會把GB00的故事 作為前傳 後來再加電擊 再加Gundam card 等等 之後有那隻東西出現 變成一個完整故事 一會兒說一下故事怎麼來 沒錯 其實如果 我都說得很白 如果大家都有訂PB的話 一門三傑 他 天眼 格魯哥 J 三部機 將GP00 我沒什麼叫幹調 即是嚴重損毀 如果大家都是一些重度的高達迷 都有聽過Jack and Halloween 這個小隊 GP00是誰呢 原來是Jack the Halloween 不過我後來查些資料 又是補完再補完 沒錯 故事出現之後 就說原來是Jack the Halloween 問你死了嗎 對 那是強行來的 不如說說那個故事 要看看Fantum Bullet 出電擊時的故事 就說他在吉雍 在智戶的作戰 被擊落 解得通 因為那時候的故事 就是要說這三個東西 那本模型書就是出了 這隻渣古 F-2 還有Galukuku-J 就有這個故事 但那時候零零是說 有這部機 但是未有設定的 好 那這個就叫第一了 那第二個呢 後來在電擊 hobby 雜誌再說 Gundam Secret Weapon 即是Gundam Secret Weapon 即是之後的特集那裡 那這隻GP-00 是撞到一隻殘暴的戰艦上的 那這兩個故事 一被他們擊落 第二就撞到一隻殘暴的戰艦 那又說不到 第三 好了 開始GP-00 正式有設定 就在Gundam War Card那裡 官方承認說 因為它是太多裝備 大家也知道 後來補員就說 GP-00就是把一至四的所有功能 都放在零零身上 因為太多這些功能 所以機體平衡度很差 所以自毀 好 有三個故事 後來Bandai怎麼包裝它呢 你想想想 三件事沒有衝突 好 我們就把這三件事扭起來了 那麼GP-00是一次測試當中 遇到吉治戶殘黨的伏擊 然後不慎撞到一隻 战藍那裡 是不是解通了 好嗎 好佩服Bandai那種 補完補完補完再補完的設定 當然剛才德哥所說 後來又補完 原來是JET THE HALLOWEEN炸 那就是 整件事就玩了 但是我又佩服 將這樣的東西扭起來 而又不衝突 那麼就說一下這隻 這隻 那隻的渣故 是的 你見過現在很努力 裝陷它的部件 或者都可以 主席給觀眾看一看 這箱包補什麼部件 好 很刊貨 那些渣故手 應該沒有多度 都是這幾個 這個就是 它腳的彈夾 這個好東西 盾全身沒有 還有當然最重要 就是鬼子的炮 鬼子大家會出過 這個也是 就是Robo-1 或者Bandai的設計概念 一切都是模組化 你想想這隻 用最普通的渣故 整個F2的胸口 加上一些工具 用鬼子之炮 當然也有些新件 這樣就出了一隻 我想 它出這個Robo-1 Animate Series Bandai已經想到很通透了 這招就高了 你給還是不給 但也有一句 它始終不是說 那麼多人有入手到鬼子 變成 今次 它可以裝備 這個艾莫爾的巨炮 是很吸引 基本上是非常吸引的事 拍得住 GP-03 也沒有那麼誇張 不止 講長度 真的完全不同 拍得住 真的幾何級數 其實我現在還是很努力扣 它的腳扣 都有一些 扭計 這是巨筒 這三隻是最解得通的 剩下的兩隻 完全令人想到 食環柱的督策 即是掃帝的一個 一個掌鏡 一個就指 完全是食環柱出窟的感覺 好位正 所以這套 一個三隻 當然 其實就著手機運 我想無論在造型 或可換性來說 都完全不需要擔心 所以變成 在裝組上 其實某程度上 都已經是幾舒服 它對接是 我剛剛拆開 原本是這樣的 哦 拆出來 對 大事 這樣就可以了 是 這個算是挺有良心 德國在製造這支炮 基本上它是就這樣玩 但當然你會知道 一會兒出那隻 好像應該已經出了 F2那隻 其實有個炮座 那支炮就會浪得特別厲害 炮座應該是揹在F2後面的背部 不過如果你這隻單環都夠了 它跪在這裏之後 那支炮就放在地上 嘩 好 看看這個食環處出差三天做 這個盾就是這樣拿 對 真的慘 那兩隻做指揮的幫人拿盾 都不肯 出炮都要自己拿 基本上我可以拿得上手的 都已經塞進了一隻 Gunner 那裏 叫做裝組好 現在就讓大家看一看 嘩 都好爆 這支我有少少後悔 因為可能大家認識我 我是MSV的熱血粉絲 但我的MSV的Define 就是大河元邦男元組 即是小時候無形情報的幾本書 以及有三本MSV Bible 三本聖經畫過的東西 這些呢 我就說 其實它用另一個Branding 雖然我們Generic的做MSV 其實它這次是Under Phantom Bullard 所以這些我會解得很清楚 這些未必訂 但看回原來真的 有多少可換的工具 有些後悔 要麻煩水哥都鬆一鬆 這件渣古2Gunner 真是頗棒 正 我現在後悔 碰過後悔 你會看到在造型方面 其實它一個這麼出色的頭 真是看到它有很多不同的大小 你會聯想到這個裝甲騎兵感覺 對 三眼角的感覺 對 觀景器 亦都在一些細節上 譬如說肩膊 互陰 故意因為要成為一個炮擊營 而外加的一些右邊腳的裝甲 它這個老年這麼厚的盾 以及怎樣都要轉一轉給大家看 它本身的攜行裝備不算多 但是榴彈炮 腳的三連莊的Missel 應有盡有 以及槍管很平衡 剛剛的高度 可以當第三隻腳 令它站得很穩 是一個想得很完美 加了這麼多工具 你不覺得它是硬來的 即是跟它原本握古 最元祖的握古很和諧 就算弄了F2空 剛才你也覺得 又可以 又不是硬來的 所以剛才主持也說得很對 坦白說 我沒有進入鬼子 這支炮 我覺得幾大機會是鬼子的炮 對 網友分享 它竟然 很和諧 對 擺明是特登 這個高度 完全是完美的 對 完全是不需要 扔扔扔扔 就是這樣 我只站著 已經是一個很完美的 站立姿勢 造型很好 沒有強硬來的感覺 還有它的右肩托炮位 亦都是做得很漂亮的 所以這件事 我是給幾高的分數 但我都是今天才開 不好意思 我買了半年 只差幾個月 我只差幾個月 有沒有半年 兩三個月 夠了嗎 你真是今時今日才開玩 我最初你講的 你已經開F2 原來這支是十一大型 這個也叫F2 F型來說 這一部也是很出色 外觀講完 看看它真是托炮 如何玩法 好 第一件事先拆一支炮 德哥講托炮 三隻的設定有多有隨用綠色 尤其是0080那隻勇士 都變了六零幾和諧 對 很舒服 所以突然又不錯 而且那隻很慘 明明出得很漂亮 但又死貨 最後又是三舊內的那些 BANDAI幫他找到出路 都可以在這裏出多一次 好過沒有 大家都開心 這些事 第一件事先把盾子轉成這隻手 握 接著就托一支炮 看看它放在哪裏 先搏位去做這一個調節 始終玩這麼多機關的東西 真是玩Robo運號 因為它始終可以 雙肢鐵通仔 雙肢鐵支仔下去做 結構可以幼一點 但又實正一點 無形如果這樣弄 扭兩扭斷了 哈哈哈哈 雖然暫立的情況 雖然很少會這樣揹炮 但至少大家可以看到 究竟支炮的長度和渣鼓相差多遠 多漂亮 真是好玩 好玩好拍照 接著我動一動腳 讓大家看看 腳甲的構造 在旁邊你會看到 這裏有一個可動關節 後面會看到它的結構 玩Robo運號 其實膝蓋已經補完得很完整 所以變成沒有什麼特別的 很大的穿崩位 有趣 它撕走了原本黑色的膝蓋 是的 不然你就 裝不到這個護甲 當然腳背 同樣地 它是有賴於本身 它本身已經有的一個腳背的關節 令到它這個外甲 只需要在前面加多一個向前動的關節 就會變成一個多大可動的 即是叫做腳甲 腳的裝甲 是的 所以變成蹲的時候 以貼那線的Robot運號的可動性 就可以蹲得更加帥 真的做到用裝甲 來食住地的功能 完全可以貼在地上 如果跟著場景 大家很多師兄都會玩 整個月球表面的地下 完全可以百分百重現 一個灰色的大家會玩 在石膏地 或者天賣那些現成膠板 很漂亮 可以完全重現到 請問你還有什麼投訴呢 那時候投訴沒有買 這隻是陰頂的 大佬 這隻真的超高質 那時候陰頂 盡量轉一個圈給大家看 Robot運的可動性 是不需要有任何解釋 神經病 而且把持力真的很好 我玩第一代的渣鼓 還是實實正正的 應該有五六年了 你也有一個正確的 這個數體當然 不能好講 一個近乎完美的數體 靠悔 剩下需要做的就是 如果你對於無形的技法 是純熟的話 噴啞面 我最近也是喜歡燒光 微量的舊化 本身在月面作戰都可以做一些磨損、受食的工序 要跟Walker說一下 Walker說過他不喜歡燒光 其實不是 我玩完很多Robo雲做燒光 總之你不要投幾天玩 你狠狠地燒光 你放一個星期之後就很耐玩 基本上不會一夜磨花 所以大家高吧 水鐵燒光做你的Robo雲 不用擔心 沒錯 都是那句喜歡的朋友 我相信沒有查 但我反而在坊間 因為三個多四個月 我又不是很特別看到他的蹤影 有機會是因為本身 我猜的 小人訂 未出來不知道是那麼好的 我借到黃居 因為我剛剛去完日本 我追了F2的隊長版 天眼 不是他 普通的基地隊長 整個綠色那隻 我自己覺得八千日圓多便宜 但我看他們 多這麼多工具都是八千多九千日圓 不要緊 你還有機會去日本贏 我亦都覺得日本未必會說 真的會炒 你多幾百日圓給他 三合一想想 一次過三隻 OK 稍後見 所以大家比如說有些什麼 趁沒什麼人 人色小吻 吹水 都不妨這段時間 比如說有些女粉 是 就是 Ricky 多一句 暗戀了Ricky一段時間 而又想表白 而又不想在那麼多人的面前表白的話 這段時間是非常合適的 但如果向你表白那怎麼辦呢 棍的和我死開 女的其實沒什麼所謂 我的人是 又內向又霸師 你又沒有女朋友 是不是 又膽小 這樣呀 我又不懂得和一些信任的人分享 所以都OK的 勉勉強強 You are watching Toys TV żenie 第四天